警察抓到你的时候 你就是说什么人也不认识 什么毒品 什么都不知道 再说我们这些学生 他们怎么会关注我们呢 不用害怕了 你好 沈老板 我是你的金鱼 听你陆杰介绍了 果然漂亮 真是想不到 太漂亮 你陆杰说了 你干得不错 这是 一点那个意思 买点衣服吧 以后好好地干 你放心 沈哥亏不了你 好 谢谢沈老板 以后我还得 多靠你们多多照顾 好说 好说好说 以后有机会 我请这个 欣欣小姐 好好坐坐 谢谢沈老板 那个我这边现有事 要不先走 好 行 别忘了沈哥 我期待下次见面 好好好 太漂亮了 真是太漂亮了 你是不是 当心雨吗 你搞错了吧 由于你涉嫌贩卖运输毒品 现在被刑事拘留了 起来 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站起来 坐下 过来 坐下 往上举了 老实一点 我说只要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 于是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有一次 他让我哥哥去酒吧 当时他说让我给一个男的交代东西 我想都没想跟毒品有关系 你们两个在干嘛呀 看我今天买了好多的衣服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路姐你怎么认识那么多老板啊 回头也给我找个兼职呗 好呀 你想要什么工作呀 叫胡子的人过来 然后把这个包包包给他 我现在出去就有点湿 然后交给他之后 你自己直接会送这儿就好就好了 先喝 好 那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这就是陆姐让我给你的东西 你吃吧 我抵挡不住幽默 我抵挡不住幽默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带走 公合上述观点 本院判决如下 依运输毒品罪 贩卖毒品罪 判处被告人张新宇死刑 剥夺政府权利终身 并募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 被告人可以在七日内向沈高院上诉 张新宇 你要上诉吗 不上诉 将被告人张新宇押回看审所 走 走 张新宇 由于你这段时间表现良好 我们就不给你带重料了 并且告诉你 法院判定你的是注射性死刑 进去吧 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想了 好好反显自己的罪行 等着处决吧 是 好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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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